旅游部总监撤职和肉骨茶列入国家饮食文化遗产的两个课题 引起巫统青年团团长艾克玛的不满 要求首相安华开除旅游部部长张庆幸 艾克玛今天在面子初发文告表示 肉骨茶不应该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反观其他能够让不同种族宗教的民众享有的美食 例如中华炒饭等等才适合成为国家文化遗产 艾克玛认为如果张庆幸无法顾及大马人的敏感 就不会有好的决策 是时候要求安华炒掉张庆幸 他举言如果旅游总监可以因为欠缺表现而被降职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在部长身上 艾克玛接着形容张庆幸不但没有表现 还是史上最糟糕的部长 而只会空谈供咖喱贡的部长最好辞职 媒体早前报道 旅游局总监阿玛无预警突然接获解雇信 引来土著团接档马人丹纳国会议员马斯质疑 张庆幸无故解雇对方 不过张庆幸解释 阿玛表现不佳还捋劝不听 所以被降职为副总监 肉骨茶的课题则是在去年6月被挑起 当时旅游部副部长凯禄在国会表明 由于肉骨茶并非所有大马人民可享用 所以无法列为大马饮食文化遗产 张庆幸叫后要求部门官员认真探讨这项建议 而政府上星期五通过线报 让肉骨茶获得这个特殊地位 比赛市在新月せboards得幺热渡 按照一次行为 card总监 母带 他们